烟火三玄变 琉璃变 提升实力的秘法啊 就让本宗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今天不管你有多少手段 本宗都会让你后悔再次回来 你的速度的确极快 可惜只对斗魂有用 对本宗去的语字哪是这样的 双翼叠加 黄山 你现在还敢做没用吗 速度还挺 可惜力道差点 把旗 这一招 你三年前就用了 招式相同又如何 照样让你报仇 你 好 好的很 自从我进入斗宗以来 你是第一个在我身上 留下权盈的人 既然你能达到这份地位 本宗今日便让你见识 是你叫做真正的斗宗强者 这个家伙 早就与他说过 只要拖住云山便好 他的势力 都在内远大城的苏牵之下 恐怕 思考 我有彩鲁女之匹配 一个 一个 一点 有 一火棚 这便是你的移仗 那你今日可怕要失望吗 好快 好快 我说过过 在斗宗强者面前 一切手段都是无用的 找死 我的学生岂容你一个小小斗宗强 是小眼体内的那个灵魂体 宗主 那是宗主 宗主 那是谁 驾马帝国何时出了这么伪强者 小眼最强的底牌终于亮出来了 小眼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当年我就察觉到 这家伙的力量很古怪 若是当年 本尊只叙一句话 你这云蓝宗便得在斗弃大陆除名 本尊 面前这个老家伙 竟然是名斗尊 不管你当年有多强悍 自会有人来对付你 区区一具灵魂体 你也敢如此嚣张 你既陷了身 那今日就陪萧炎留下吧 凭你吗 凭我或许不行 不过 有人等你许久了 这 这是什么 宗美何时隐藏了这个不唯一的东西啊 宗美 这不气息 是之前那家伙 他果然藏匿在宗美内 和老师究竟是什么关系 误护法 死人便交给你了 好 雅臣 没想到 你还真心去向上门来 当年你只要去逃掉后 为了瞅你 我魂殿可费了不少心事 一群老鼠般的怪物 当年你们驻寒风的畜生对我出手 这债 我们今日也好好算算 哦 我 你拥有肉体 但护法获取还顺利三分 可你如今真不一样 哈哈哈 对付灵魂体 我魂殿有的是手段 云蓝宗果然藏有魂殿强者 这家伙很强 即便是我出手也很难击杀他 萧嫣 我不能分尸报名了 一切小心 嗯 老师全心对付那家伙 云山由我来对付 侮护法 那药臣便交给你了 嗯 您可别把这小子给弄死了 他们宵家 还有我们魂殿需要的东西 嗯 放心 我会留他一口气 难道 魂殿的目标是那块妥舍古地狱 他们抓父亲 也是因为这个 把你钱拿回去 想必定能让殿主打起 我倒要看看 现在还有谁能帮你 难怪当年你能逃脱魂殿的追捕 原来是靠医活 你魂殿对灵魂体的克制手段 对我没用 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吧 不然这云蓝宗 便是你葬身之所 呵呵呵呵 请你一个灵魂体 想要杀我 做异的 三段魂魄 这老家后魂神厉害 难怪魂殿出动了三位护法 还是被他给逃掉了 不过还倒是那几个家伙话不真 没想到 杰仁还真棘手 云神 速速解决硝烟 哼 本来想细刷你一番 可惜情况不允许了 那就一招解决了你吧 得赶紧把这小子解决了 不然 等到老家伙腾出什么来 那可不妙 凶刹银缸 凯刹银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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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本宗还是小看了你 先前那道斗技 凯刹银缸 可怕是痴人说梦 斗宗的实力果然不凡 依我如今的实力 施展开山音并不传说 想要一举将他击败 难度太大 老师虽然隐隐占据上方 但他终究是灵魂体 无法与斗宗强者持久抗衡 只要偷到海老他们腾出手来 拼了 你 受死吧 受死吧 有心灰 分化了 独离连心火 这梅肩人里藏了一缕古灵冷火 大战士若有魂殿之人 我恐怕无暇分身顾你 就当做防备吧 多谢老师 该死 你又要来这招 休想 晚安 示索 三年前的恩怨 便在今世了结吧 去吧 放你火莲 好 所有人快撤 撤 住弟子 立刻撤退 都没事吧 不知道萧嫣怎么样了 原以为我已经高看他了 谁料这家伙还藏了实力 岂能与斗宗强者相战 要超越他 只怕是不可能了 那家伙在火烂里恐怕自己都逃不掉 萧嫣 你究竟创造了一种何等可怕的斗机啊 这小子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机 老家伙 没了身体还能这么顽强 不愧是文明大陆的要尊者呀 凭你想夺老夫的灵魂 没那么容易 是吗 你还真当本护法好对付 竟然并将你牵纳回魂殿 变住对你的灵魂 可是岂敢信绝 魂殿那些对付灵魂的办法 确实对我十分不利 那是宗主和萧嫣 那萧嫣不过窦王跌风使力 只怕已经断气了吧 萧嫣 是萧嫣 余山 萧嫣 我当年说过 一定会后悔 将我苟延残产地逃走 这笔债 我硝烟尽了三年 今日 我尽数不还 你 哪里跑 这些拳 小鹿 事替我护士打的 这是替我 死去的少家俗人打的 你是为你害我大哥 officially打的 这是为了害我二哥 全力将尽打的 小炎 打下去 小炎 打下去 责战胜负就在这一拳之间了 小炎不会让人失望的 小炎的血债 必须有人来偿还 小炎 赢了 小炎赢了 大炎 老师 我争够了 你也太疯狂了 这身伤 怕是要养好久才能康复了 快 把那家伙的尸体收走 动纵强者的骨骸 好 药臣 你速度太慢了 找死 谁 你找死 还说不定呢 本无法说过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将你药臣情为温烈 就算百世魂 自然是 将事 怎么回事 那个佳皇 好像正在吞噬云山的灵魂 魂殿果然心狠手辣 行事不择手段 竟然强行吞噬斗宗的灵魂 今日之事 只怕布末善良了 不能让他顺利吞噬 药臣 丹廷一役 可还破不了我魂殿的一法 老师 如今云山已死了 这云南宗也失去福祉的必要了 是时候收回一些东西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住手 将他们的灵魂放下来 从此量临 云南宗所有地址 直逝时山浪去灵 结阵 方陵分行舰 云南 你怎么在这时出关 我逼过你 听到这边有打斗动静 所以突破生死门后 就立刻赶来了 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云南 云南京 怕是要完了 我怎么会这样 是你 萧衍 谁 嫣然 你师祖一时糊涂 对萧家做了错事 云南宗的敌人不是萧衍 而是他 他才是一切罪孽的源头 我事后再与你说 现在 我必须为老师和长老们报仇 嫣然 帮我掌控阵势 你 云烟赴日阵 恶魔 受死吧 凭这破阵 就想对付本护法 哼 凭这破阵 就想对付本护法 凭这破阵 就想对付本护法 啊 只想麻烦了 那家伙封锁了这片空间 好 该死 去吧 去吧 凡人的苍蝇 你 烤 啊 不 反正 起来 快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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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 不 若是云南宗败了 就算我斗气上被恢复 也只能强行参战了 到时 并为雷德老师分身来护我 那家伙吞噬了太多强制的灵魂 现在实力已大到巅峰了 就算今日我们所有人联手 恐怕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让老师落入魂殿手中 尽力而为 能教的 我都交给了你 其余的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老师 你 谁 今日这一截 我云南宗 只怕逃不过去了 你们二人谁都逃不掉 药臣的灵魂我要 这萧家之人我也要 这家伙之前的势力 就和老师不相上下 如今他吞噬大量灵魂后 更是战力爆炸 和他拼了 这里交给我来吧 你是不是要拼了 就去海泊东那边 老师 放心 即便他实力大涨 可想要杀我也不容易 老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老师的用心你还不明白吗 难道你想辜负他不成 老师 本护法说过 今日你和他 谁都跑不掉 想动他 你的心收入我才行 哼 可惜 想要老夫的灵魂 不付出代价 恐怕 还真没可能 代价 本护法已经付出了 现在到你卸上灵魂的时候了 拼死 拼死 我也要再用一次 拼我弄火烈 却不能让他毁了老师 大不了拼了这条命 你不找死 我 有 有 得 有 干嘛 老师 别去踢乱 不愧是万物打了我的药材者 一举灵魂体都这么两肯 不过这样的战斗 你还能坚持多久 老风也不信你这状态 一直持续下去 我倒也傻了 有个熟到前来的软世子 却能找你这个呆死的家伙 帮我一把 滚开 小子 乖乖将你小姐的东西揪出来 万物还能让你死人痛快点 你是谁 他的命 是我的 美渡沙女王 她 她还在萧炎身边 她竟已突破那一线之鹤了 还好她及时出手 美渡沙女王 我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凤雀阁下 不要管我魂殿之事 否则大祸临头时 可是晚了 她的命是我的 在我收取之前 谁都不能动 少死 不用担心 有美渡沙在 老师 拜托你一件事 想要我出手 保护你那位老师 若能做到 我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难 这人实力太强 我也不爱她的对手 扶你了 你说什么 对手 我这条命 我这条命 你不爱她 担心 我这人 不爱她 你想要我 若是要护你 便无法翻身去护尼老师 那 那你与老师联手呢 尼老师已受伤了 和我联手也难与此人抗互 若是被此人抓住破宅 再次出手其名 那便无人能抵挡他了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老师 他快支撑不住了 行吧 就照一说的 多谢了 这份情 小言紧急 本王和你可没什么情 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滚远点 别让我们飞行 别让我们飞行 老师 不是 我 她 这 deg 小 9 多 小 8 多 小 9 多 小 9 10 七 小 6 多 小 9 多 小 8 8 4 小 11 11 三 小 12 三 小 9 11 三 小 13, 四 小 12 小 7 這兩人實力都是不弱 看來只能用內招了 可惜呀 鬥宗強者的靈魂 可不是那麼好找的 老師 老師 不好 還有一部鬥宗強者的靈魂 快阻止它 三國萬象 還之葬禮 沒事 回跑啊 回跑 總有人站在原地 不要慢動 怎麼回事啊 這可是有什麼 此人引爆雲山靈魂 不會就造個黑幕吧 只是怕沒那麼簡單 這片黑暗中 醞釀著一股極為可怕的能量 好強的靈魂波動 老師 是 原神靈魂爆炸的能量 躲在它的控制下 老是個彩禮他們 少女怎麼了 好可怕的靈魂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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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無法說過 情緬你難逃我手了 哈哈哈 快你就待在那兒吧 小傢伙 我是 我是 沒時間了 這與古靈魂魂魄的本源 我留给你 如若我遭遇不幸 他在你额头上的火焰 就会自动消失 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 封尊者 将我的戒指给他看 他会帮你 放心 魂殿神要炼化我的灵魂 也没那么容易 日后 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 但你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 想要救我与你父亲 你更不能有丝毫意外 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 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 老师 老师 我对你 一直很满意 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 日后 你已经不要依靠自己了 你也不是那个薛老师 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了 那薛了 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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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也来陪你老师吧 宝 小颜 快走 来吧 小颜 快走 小颜 好了 时间不够了 老师 是的 小颜 真的 跟我走就是啊 没毒伤 小子 今日比算你好运 想要你神魔就来魂殿 我还无法等着你 今日 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你要是在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想救他 就努力变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小家小阳在加玛帝国振兴 还得依康你 是 是 云蓝走 老师 现在怎么办 消炎他 对吧 他的两位置气 我直接或间接地回于云蓝族 这仇恨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吧 你 你 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样 云蓝宗为我父亲在前 为我孤家在后 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 你还为我想怎样 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 的确对你伤害很大 可云蓝宗也离成了这般样子 难道 就不能收手了吗 只要云蓝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如今云蓝宗被毁大坝 老师生死 长老弟子实不存疑 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 不够 不够 不管如何 我都是云蓝宗的宗主 你若执意要毁灭这的宗人 那就先将我击败 云蕴 凭你现在的实力 真应该很容易 小妍 你伤势太重了 要出手的话 让我们来吧 我自己来 老师 让我来吧 小妍 对这三年发生的事 我也很遗憾 你们是云蓝宗弟子 你若要毁掉云蓝宗 这些心太阁了 以我的恩怨 三年前就结束了 你若然勾建魂蝴蝶 对我肖家出手 我不会去 害我老师备杀 这些血仇 你咱们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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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死了 小妍 不要伤厌人 太爷爷 云蓝宗的防御 已尽数拔除 只要一声令下 你死了 别急 看硝烟的意思吧 把云蓝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 那我肖家的血仇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掉云蓝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吧 你死了 就能让我肖家人复活 你死了 你死了 求你让我父亲和老师都回来 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 求你饶过云蓝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蓝宗的宗主 若云蓝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言活于世事 事后 只能自我一切正为做事 来 小言 云蓝宗守恶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 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 他与魂蓝宗 一个月之内 解散云蓝宗 否则 鸡犬不留 否则 鸡犬不留 就好了